绿灯一亮 日本球迷群起冲向马路中央 骑身欢腾 庆祝今年世界杯足球赛 第一场对战强敌德国就拿下首胜 但当红灯即将亮起时 在警察的指挥下 又迅速撤回人行道 展现日本民族首秩序的最佳风范 日本足球史上首次战胜德国 赢球固然兴奋 但日本走教练强调 绝对不可得意忘心 高届球员不可掉以轻心 但球迷们已经迫不及待 要把国家队送进四场赛 激动的心情不可言喻 但即使赢球散场后 还是要留下来乖乖收拾垃圾 让当地人都惊讶不已 日本人井然有序的民族性 不在话下 赢球也要赢得有风度 只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面对输球的德国球迷们 已经难掩失落的心情 德国民众怂肩几乎说不出话 仍然不敢置信比赛结果 更没料到德国输球的 还有法国国家队的球员 一脸惊呆 显然对德国输球非常错愕 不过就在全球惊讶万分之际 唯有这只名叫 Tukta的骆驼早已看穿 在赛前就用嘴巴 叼起日本国旗 预言日本会拿下胜利 这组赛惊喜连连 也让赛事更有看头 近新闻林美杰 王克勤到达